想找美食來老子豪就沒有錯了 這間餐廳是1965年已經營業 而且它是獲選 2018年米芝蓮餐館的薯榮 一到了營業時間 就會發現有很多人來到這裡 門口有標示著不同語言的招牌 一看就知道這裡的顧客是來自全世界 還有這個好像回轉壽司的傳送帶 送來一到到被法國媒體形容為 鹹鹹的吻的台灣小吃 年過70的老闆仍然依舊堅守崗位 在店鋪坐鎮, 大叔廚藝 原來這裡米芝蓮餐盤時榮的美食 就是鵝仔煎 話說大家進來之前 就會看到它的廚房有一個很大的鐵盤 鐵盤是專用來做鵝仔煎的 而且鵝仔每天都在台南直送過來 再配上這個特製醬汁 相信就是它成功的原因 裡面有很多的鵝仔 而且配著有蛋、菜 把所有配料一次過吃 鵝仔真的很新鮮 除了吃到鮮味之外 蠔味也很重 而且鵝仔煎配搭了醬汁、菜、蛋 有不同的香味在裡面 真的非常好吃 好, 試完這裡的特色鵝仔煎之後 就試其他菜式, 一樣很出色 我旁邊的這個就是鴿仔湯 裡面的是鴿梨 對, 我在香港也是蜆 可以看到它一樣, 每隻都脹骨骨 我相信它們想保留蜆的原汁原味 它的湯底完全沒有加調味料 只加了薑絲 吃下去的時候 吃到淡淡的薑味, 但不會太辣 再加上它那個醬糊糊的蜆 是非常鮮味的 咬下去的時候 蜆肉是會爆漬出來的 非常清甜 試完這個鴿仔湯之後 讓我再嘗嘗它這個米糕 這個跟我平時看的有點不一樣 但是它也是用糯米飯做的 而它上面用的是半肥瘦的豬肉 因為它配了這個半肥瘦的豬肉 那些肥膏配上的糯米飯 吃下去好像入口即溶 還有那種豬油的香味 挺好吃 然後我們再看它們這裡的蜆仔 說曬它們的豬肉是非常新鮮的 其實最好吃的就是 這樣搓都已經可以很好吃了 所以它這個蒜味的豬肉 就是輕輕地搓過 再配上它的蒜蓉來吃 前面還有一個特製的醬汁 我發現它們這裡的蠔 真的特別鮮和蠔味特別出色 可能是外面那些有很大的分別 來吃的話就會感覺到 又鮮, 蠔味又很出色 所以如果你想吃它的鮮味 點這個就沒錯了 Thank you 感谢观看